还记得去年那场民间组织的VF4比赛吗 各路人买 你争我夺 精彩激烈 你也一定没有过足原影吧 没关系 这次就让你看个够 江湖之中总是不平静的 隔三差五 就会有一帮人在一起争什么天下地义 最近北京也聚集了一群武林高手 为了争夺第一的宝座 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大家可千万别想歪了 这可不是蛊惑仔非法集会 而是 不用多说了吧 经典格斗游戏VF4 再次让大家体验到了 作为武术家的非凡感觉 1月11日在大华电影院的摩登时代酒吧 这群VF4高手们纷纷搭帮结伙成立战队 每个战队有四人组成 而这四人分别是先锋 中将 副将和大将 主办的朋友告诉我们 上届比赛中有的选手因为一时发挥不好 或者运气不佳而输掉了比赛 这次改成组对战 这些偶然的因素就会大大减少 可以体现出每位选手的真正实力 比赛自然也就会更加精彩 既然是组对战 参赛的选手不仅要有自己的ID 更要有队名 我们看到大家齐的队名也是相当的有意思 例如 山西茶话会 北京不会管 无意识流等等 其中有一个队的名字让我颇感兴趣 那就是BT四人组 BT什么意思 哈哈 如果经常登陆猫铺大杂会的朋友 一定对这个词非常的熟悉 BT的意思就是变态 一般是不正常的状态 先看看这四个人到底是谁 我们是BT四人组 英蓝本名和风 上届VF4大赛的第二名 因为运气欠佳而屈居亚军 经过四个月的卧薪长胆 无法是夺回失去的荣誉 VV 杨威 北京VF群中知名人物 实力超群 ZKF 赵凯峰 人称老Z 也是成名多年的选手 Wolf使用的出神入化 Big Monster 徐超 以前是打KOF和街霸系列游戏出身 自动转行VF4 实力突飞梦进 看过他们的介绍 我想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叫BT四人组了吧 其实这就是别人起的 我们阵容太强 他们 其实我们以前的名字叫Nanmail噩梦 这次是那个VF的主办人Silence 费尽很多心力 晚上办的一次比赛 而VF在北京的普及率并不是很高 但由于他们那个Silence的热情 还有所有人的帮助 晚上能够达成这样的场面 我们也觉得非常的高兴 晚上今天我们代表四个人来参赛 其实就只能说实力方面比较强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 有很多千奇古怪的对手 需要我们去用 胜负无所谓 只要打出自己风格来 玩得高兴 我希望通过这次大赛 能有更多人来玩这个VF这个游戏 北京现在玩的人实在太少了 上海比是差距太大 我希望以后更多的人来投入到这个游戏来 人怕出名猪怕壮 BT四人组刚一出道 立刻就成为众师之力 马上就有人以做掉他们为目的 组队参赛 还有一个队跟我们的实力来比起来 其实相差无几的 就是明月队 我们是明月组 这个我是明月组的HIT HIT 徐明上届VF比赛的主办者 同样为国内VF的发展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个是黑猫警长 黑猫警长张纯 猫铺网站名人 同样是北京的顶尖高手 实力一流 这个是Akila Bayel Akila Bayel 刘金鹏 在上届比赛中一局战胜英蓝而夺冠 这回想故技重拾 再次压倒和风 这是Fair Liu Fair Liu 刘洋 VF群中知名选手 一直立志于发展 VF在国内的水平 顶尖高手之一 主要就是要跟BT私人组死磕的 他们也是把我们定为最主要的一个目标 因为从实力上来讲 应该是 怎么说 我觉得BT私人组的实力 比我们稍强一点 BT私人组是否可以将BT进行到底 让我们拭目以待 OK Round 1 Ready Go 这次唯一参赛的女性选手 就是这位 水奈麻衣 不过水奈的命不太好 一出场就遇到了BT私人组 结果当然是败了 不过你听听台下给她的掌声 吃了 变态私人组的嘛 都是公然的冠军组嘛 所以说输了也没什么可遗憾的吧 不是为了比赛 主要是为了学习学习 然后那个 然后 前两天病了 算了 继续来比赛吧 我才玩了 也就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我估计都没有 然后我觉得如果我要是 在练练 在像他们似的 肯定打得比他们好 原来小姑娘玩VF4历史 这么短 再说了 还病着呢 输了没什么的 要说男孩和女孩玩格队游戏有什么不同吗 立场不一样 观点也不一样 别说平时玩的就是跟他比赛吧 人家对手也会 也会 会是让他 或者怎么样 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 也会让他赢一盘了 而且呢 不管使出什么 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招吧 底下就会 肯定是 全都是掌声 如果要我呢 肯定就不会有这些待遇吧 不是 我觉得吧 就可能也是女孩玩手 稍微少一点 然后但是 那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 女孩的反应 绝对比男孩快 嘿嘿 其实小编我觉得 格斗类游戏 是不分什么男女的 就拿我的顶头上司 美女主编来说吧 他就一度在老猫小编的诱惑下 打玩VF4 还着实虐了几个人的 经过漫长的等待 终于迎来了最终的决赛 战队分别是 BT四人组 明月组 和红色军团 决赛的规则是 每个队的先锋 首先出场 大将最后出场 获胜的一方继续战斗 接受其他两个队的挑战 打到这个时刻 就不光是对选手技术的考验 更是意志和心理的磨练 谁的心态稳定 发挥正常 谁就会得到最后的胜利 BT四人组 在大将英兰还未出场的情况下 就取得了最终的冠军 由此看来 BT绝非浪得虚名 实力比其他参赛队的确高出一段 看来BT四人组 也已经仔细研究过 明月组的顺地战术 取胜绝非偶然 最后的颁奖 更是充满了BT 主办者Silencer 竟然让英兰穿上了 结成金的衣服 扮起了Cosplay 还背上了结成武馆的牌子 真是够难为和风的了 去找一款神秘奖品 最后一份 现由我们的二好 在那个机上演示一下 修罗霸王靠华山 那么让我们冠军表演 不管怎么说 这届VF的大赛 举办的相当成功 得到了无数爱好者的大力支持 他们为我们的游戏事业 现出了无数汗水 这是北京游戏 可以说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比赛 也是我们那个道场选手最齐的 最后让我们的冠军 再向大家说一句吧 我们将BT到底 比赛不以成败论英雄 只要参与就足够了 说起KOF 凡进过游戏厅的人 应该没有不知道的 而且其中高手辈出 风格各异 或有升级无止境的趋势 前两天呢 我们奉上了铁拳四人秘籍 今天让你看看拳皇 喜欢格斗游戏的玩家 这回可要高兴了吧 那还等